一条谣言大趴科技股,从兴建,物客到国产软件集体闪崩,蒸发市值521例,每股科技股各式三日跌至2.1万亿,A股就现闪崩,这次闪崩的主角却成了科技股,究其原因竟是一条谣言。 今日,载股常会减税减负利好下,A股早盘扬帆起航,互指大涨于1.5%,作为新型产业代表的创业盘大涨于2%,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临近5盘,创业盘只在不到10分钟时间内,有涨于1%软跌0.3%,从个股来看,以中国软件,北方划创,中国曙光,热和软件, 太极股份,拥有网络,保险软件,创业软件等为主,的科技股盘中集体出现闪崩,从芯片,物科的国产软件等科技板块集体下挫,市值累计更大521亿元。 究其原因竟是一条谣言,今日有消息称,美国2000亿美元征税,将聚焦科技电子,然而,这一消息至今不起推敲,了解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清单的都知道,具体清单内容包括食品,化学制品,丝制品,羊毛制品,贵金属,刀具等, 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少之又少,其实除了A股科技股下跌来,全球科技股也都处于动荡之中。 刚股科技板块指数已连跌数日,今日稍有回暖之意,几分日板块整体市场蒸发约2390亿元,美股科技股跌幅更凶,连跌三运,市值蒸发多达2.1万亿,芯片,物科,国产软件集体闪崩,近日早盘,A股强势上行,三大指数纷纷上扬。 创业板指表现最为突出,盘中一度涨于2%,然而,好景不长,临近5盘,创业板指在不到10分钟时间内,有涨于1%跌来分这0.3,户值也是直线下挫。 从板块来看,芯片,物科,国产软件等三大科技板块集体闪崩,从国产软件指数表现来看,临近5盘和分时图成直线下挫态势,瞬间暴跌于4%,个股闪崩行情更为明显。 中国软件,北方华创,中科曙光,软核软件,太极股份,拥有网络,导信软件,创业软件等盘中均出现直线跳水。 超图软件更是成长于6%,变成跌于5%,整体来看,芯片,物科和国产软件三大板块,提出重复个股整体市值累计蒸发521亿元。 谣言在习A股,昨日晚间,国产会释放的多个重量信息,包括落实各税配套措施,创投基金税负总体不增,降低市报费率,不增企业负担的。 这一粒好消息,为了你夺日的A股市场带来曙光,A股也算是大涨,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然而受益则谣言影响,A股科技股带来大盘流声转跌。 先来看看这条谣言,美国2000亿美元正式举标科技电子外媒报道,四个大型技术公司,斯科,戴尔,HPD和百博网络,以制含美国贸易代表,要求某些产品免受Terrorist中国商品新名单的侵害。 其实,仔细来看,这一消息经不起推敲,了解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清单的都知道,具体清单内容包括食品,化学制品,丝制品,羊毛制品,贵金属,刀具等。 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少之又少,商务部强势回应,美方关税必当中国反击,针对美国近日可能推进对中国2000亿美元数美商品加征关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六日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是美方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高峰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不断出台答偏措施,始终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既损害了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安全。 如果美方不顾征求意见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反对,一意孤行,对华采取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 同时,中方再次重申,练和施压措施对于中国都是无理、无效的,贸易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平等、诚信的对话和戳商,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正确选择。 高峰表示,在美方公布你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方已经于8月3日公布了针对自媒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 商品清单已经公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是美方的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同时,中方将密切关注加征关税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在华经营的中外资企业克服困难。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维护中国经济平和健康发展。 全球科技股进入下跌模式,那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以科技股为主,是美国科技板块的代表指数。 从该指数今日表现来看,半轮美股牛市的引擎,科技股已连跌三日。 具体来看,美光科技收跌9.87%,推特收跌5.87%,Facebook收跌2.78%,亚马逊收跌1.83%,苹果收跌1.66%,谷歌A类股收跌1.2%%,英特尔收跌0.9%。 此外,中盖科技股也多数下跌,第九城市收跌10.40%,摩线收跌9.99%,人员网收跌8.72%,默默收跌2.72%,爱里巴巴收跌2.65%,苏黄网收跌2.54%,收跌0.5%。 从消息面来看,美股科技板块面临的负面压力不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几个月指责Twitter、Facebook和谷歌存在政治偏见。 特朗普上周表示,社交平台正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领域,他们必须小心谨慎。 美国司法部长萨森斯的发言人称,本月将就科技巨头的听证会内容,与多各州的总检察长开会,讨论对这些公司可能会伤害竞争,或有一致在其平台上自由交换看法的日益增长的担忧。 有分析称,可能会调查硅谷反垄断等问题,除了美股市场和技股出现连续下跌外,港股市场科技板块也出现了连续下挫。 从恒生资讯科技业指数来看,该板块已经连续下调数日,9月5日和6日分别下跌,3.39%和2.58%。 从消息面临来看,港股科技面临两大困扰。 以示政策方面,8月30日晚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及时实施方案的通知显示, 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对网络游戏实施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失灵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为成年人使用时间。 二是业绩方面,半年到来临之际,不少科技股给出的成绩单并不理想。 尖山软件,粤文集团,顺旅光学科技上半年业绩绝不尽人意。 腾讯之主业务游戏收入在二季度出现罕见下降,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